这是婆罗州的丹荣亚禄海滩 号称是世界最佳的落日观赏地之一 我来了倒觉得一般 不过在沙滩上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 每一次海浪退去之后啊 就会从沙子里钻出无数的非常小的小蛤蜊 刚一冒出来就让海浪给拍了 在沙滩上咕噜 然后浪退去之后呢 再钻回到沙子里去 过着这种浪催的生活 这种小蛤蜊我没见过 然后问了一下贝雷学的达人 震蛋脚 他说是浮蛤科的 我一看还真的是 但是具体哪种就不好说了 因为他们的色情很多 不太好认 豆浮蛤或者蝎型浮蛤的可能性大一些 那他这个浪催的习性是怎么回事呢 震蛋脚提出一种可能 就是潮水涨落 会让一些沙子掉到他们的这个肉里面去 他们觉得难受 我就会钻出来把这个沙子排出去 这个我持保留意见 因为别的蛤蜊也会进沙子 他们怎么就不钻出来呢 我观察他们在钻出来这个时候 都会把他的壳打开 进出水管也都张开 所以我猜他们是打算接受海浪里边的新鲜食物 后来看到书里的记载 他们会从沙子底钻出来 随潮水迁移 那这样就应该跟兔沙子更没关系了 他们要不喜欢沙子的话 应该离潮水远一点 所以应该是浪在哪 他们就在哪 这样能一直获得新鲜的食物 福隔壳 在中国也有人吃 广东有人叫它斧头鸡 在美国在黑海也有人吃 当瓜子嗑着吃